我是晚上的主持人 我叫艾華 我是有一本台中在地刊物叫做《溫度》 樓下有剩下幾本 大家可以去搶著拿 回到今天晚上的議題 什麼是藝術治療 大家可能覺得現在社會越來越進步 公民意識抬頭 大家可以想一下這件非常震撼社會的幾個社會事件 比如說在街頭可能殺人 或者是捷運的隨機刺殺 那都非常顯現一個問題 就是大眾心理衛生 然後不是有很多網路文章說 台灣就是越來越像日本了 那為什麼越來越像日本 我們今天每個人都坐在這裡 今天也已經快要結束了 然後我們今天都有一些心情 那大家現在可以再把自己倒回到更小的時候 今天你是小學三年級 或者是你五歲的時候 你可能有時候在家裡就會說 不公平為什麼他有沒有 或者是你會哭鬧 我不要離開肯德基 對 然後這時候你的爸爸或媽媽就會跟你說 你要好好講 別人才會聽你的話 其實你一定要好好講 別人才會聽你的話 好 然後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就會覺得說 好像就是要很冷靜的就是表達我們的心情 那我們現在都是成人 我們可以用畫畫或是聽音樂看電影來抒發我們的心情 可是像剛剛也有朋友講到 就是小孩子的表達跟語言系統沒有那麼成熟 他可能其實今天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要那麼生氣那麼忌妒 對 那其實這些情緒也都是沒有錯的 他也不是說有這些情緒他就是有問題的小孩 就是沒有分什麼有問題跟沒問題 對 那我們今天就是透過這三位講者分享 然後來揭露就是 藝術治療他怎麼去跟兒童的表達做結合 那我在這邊先介紹一下三位講者 那大家左手邊 對 就是今天的那個大明星 對 嘿嘿 就是詹姨佳 對 就是先補上這樣 我們今天剩時間 對 然後他就是 那個這一次發安池有個想像計畫 然後我們這一組做的是情緒聯譜放心說故事 他就是這個專案的計畫主持人 然後他同時也是好伴的店長 對 然後再來這位是葉孟娟 對 他是那個彈指 彈指頭家國小的專任輔導老師 然後也是我們這個計畫的其中一個成員 然後再來在我右手邊這位是曹舒婷 舒婷 他今天專門從台北下來 對 他是毛蟲藝術心理諮商所 對的藝術治療師跟心理諮商師 那我也先簡介一下我們四個人的關係好了 對 那剛剛有講到那個一個情緒聯譜放心說故事的計畫 然後就是我黑黑跟孟娟我們三個人 對就是一起到清水的高美國小還有 上峰 對 上峰 上峰是峰 峰 對 大雅的上峰國小跟彈指的頭家國小去執行這個計畫 然後舒婷就是我們這個計畫的就是督導 對 他就是協助我們更完整這個專案 那首先我們就是先請黑黑跟我們分享這個專案到底在幹嘛 好 這樣大家看得清楚嗎 嗯好 因為今天就是我們特別邀請了就是學校副導師還有藝術教老師來幫我們分享 所以我只會用非常間短的時間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對於這個計畫的內容還有興趣的話 待會會後就是可以再來找我們交流 然後你們看到的這張照片就是我們在實際執行計畫的時候 跟小朋友互動的小朋友就在創作的樣子 然後這一次支持我也可以有這個計畫也是因為很幸運的 就謝謝大家支持 現在後面投票給我的人就是我投了一個法蘭茨公司他們辦的公益計畫 叫做想像計畫 然後所以他每年都會舉辦 然後透過這個計畫的一些經費的支持 讓我們可以進到學校裡面去做跟藝術相關的還有結合心理輔導活動 好 那簡單的說我們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我們進到一間學校裡面然後我們會花三個小時的時間 跟小朋友進行藝術創作 然後這個創作的結構從左邊是我們會給小朋友一個故事情進 這個故事情進是一個小學三年級的主角 他今天要比賽然後在運動會 那我們把故事講完之後 我們邀請小朋友去畫這個主角他臉上的表情 他是什麼樣子的心情跟情緒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因為第一個是小朋友透過一個跟他年紀很大的故事的主角 他可以投射自己的情緒在這個主角身上 可是小朋友要畫的是這個主角 不是他自己 所以就有一個距離的感覺 可以讓小朋友就是有更多的安全感 讓他可以創作 然後我們的結尾的故事是說 欸這個主角他在起跑點上面了 他準備要跑了 他是一個很開放性的結局 他沒有任何我們沒有定義他是什麼樣子的結局 讓小朋友可以很自由地去想像跟投射他們的情緒是什麼 那接下來就進到就是創作的過程 我們提供了複合性的媒材 就是有平面的然後有凹凸的 然後像是色質或是毛絨球或是不織布 因為我們希望小朋友其實在創作的時候不只是用平面的色彩來表達 他們可以有接觸到一些觸感立體的東西 可以幫助他們去呈現更多他們想要表達情緒的樣子 然後會透過間斷性的引導 但是我們的引導也不會跟小朋友說 欸你這邊可以畫什麼顏色 那邊可以畫什麼形狀 我們只會用問他說 所以你覺得這個心情它是什麼樣子的顏色 那你想要怎麼做呢 我們會一直用問句問他 不會教小朋友怎麼畫 所以小朋友會經歷一個自由創作的一段時間 那在創作完之後呢 我們會不斷聚焦在小朋友創作的這個臉譜的原因 你們可以看到這幾張照片 就是小朋友他們畫出來的東西 我們會去問小朋友說說你的底色畫了綠色欸 所以它代表是什麼心情 你覺得主角的心情是什麼 然後他的臉上有什麼樣子的東西 他的頭髮或是他的眉毛 或是臉上有汗珠啊或是淚珠 然後我們就會不斷的就是蹲在小朋友旁邊去問他們 然後在這個活動的最後我們會讓小朋友替這個面具取一個名字 那小朋友幫這個面具命名 這個命名也會變得非常有趣 因為命名就會跟小朋友他自己在想到的事情很有相關 那在某些學校我們會請小朋友可以送給這個面具 送給這個主角一個禮物 那從這個禮物每一個小朋友他們送的東西都可以看出來 他們也許其實他們心裡面會想要在自己覺得緊張 或是自己覺得很興奮很快樂或是遇到挫折的時候 他們會想要得到一個什麼樣子的支持 那我們到了這幾個地方 那大家不要猜猜看就是在台中市的這幾區 台中市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開車30分鐘到一個小時就可以到了這裡 在這個地方裡面他的學生跟專任輔導老師的比是幾比幾 好沒有時間來不給大家猜 是8000比11 所以每8000個小朋友可以得到11位輔導老師的資源 所以你們看到這個落差非常大 所以我們得到這個計畫的經費之後 我就距離回到我家鄉 就是距離我們非常近的地方 然後試圖的用一些短短的時間去進到這個學校裡 好 那這些就是小朋友他們創作完之後的樣子 可以看到就是每一個人他們臉上戴的面具都非常不一樣 然後大家就是在創作這個過程 他們不會用美醜來評價他們的作品 他們覺得這就是我的作品 然後這就是我想要表達的東西 然後很快的把它就是戴在臉上 然後我們一起合照 好 我穿了 然後這一個 我這個要講的東西是 究竟這個計畫整個完成之後 我的收穫到底是什麼 這是其中一個 我們在某一間國小結束了之後 我們把小朋友的作品放在地上 然後 要把它晾乾 然後這個時候就有一個媽媽 媽媽帶著也就是要來接她的小孩 接她的女兒 然後你們猜這個媽媽看到她女兒在地上的作品說的第一句話是什麼 什麼 就是 對 對 她說 你怎麼那麼沒有創意啊 然後她說 老師你看我小孩就是這麼沒有創意 然後我們就覺得 就有點傻眼 然後 但是我們就有馬上跟媽媽說 沒有她剛剛在就是創作上課的時候很棒 她都會自己舉手回答問題 然後她會願意自己站起來分享她的面 所以她非常的勇敢 但我們講完這些話之後 媽媽還是說 沒有 我跟你說老師她真的就很沒有創意 我不知道她這樣怎麼拿出來展覽什麼什麼之類的 那這一間國小 因為 我們大概有了解一下 就是學生跟他們家庭的背景 我們其實 了解到的是 這位媽媽她自己成長的背景也是很辛苦的 她也許也不曾有機會去好好的學習 怎麼樣子去愛一個孩子 怎麼樣子去教育 怎麼樣子當一個母親 然後 那我們甚至可以知道 其實在很多的學校裡面 這樣子的家庭 不是少見的 她絕對是占多數的 那 你看這個女兒 她每天要面對的 跟她相處最久的媽媽 會用幾個這樣子的方式 跟她說話 對待她跟教育她的時候 我就想到我們在做這個計畫的時候 那一整個下午 會有三個小時的時間 會有一個大人 蹲在你的旁邊 然後 跟小朋友說 所以你現在畫這個 你想要表達什麼意思 然後所以你在畫的時候 你的感覺是什麼呢 你覺得 背面她的心情會是什麼 有一個大的人 他願意花一個下午的時間 然後讓你自由的創作 沒有人會評價你的作品 只會有一個人不斷的問你 不斷的關心你 試圖去了解你的時候 我們相信這樣子的一個經驗 他其實會像是存錢一樣 存到這個小朋友的心裡面 他至少可以知道他平常的生活中 也許不會常常經歷到這樣子的 真相回饋的經驗 可是他會在那個時候 他知道這個世界上 有人是可以用不一樣的方式 對待他的 然後 整個三間學校的成果結束了之後 我們就在附近的好辦 就是我工作的地方 就是辦了一個策展 那透過把所有孩子們的作品 一次擺到這個牆面上面 其實更可以看得出來是 這些小朋友他們 聽的都是同樣的一個故事 可是他們畫出來的面具 每一張都不一樣 甚至就算他們想要表達的一樣 是驚訝喜悅或是興奮 他們用的顏色 他們用的表現的方式 都會是很不一樣的 就會讓我們看到 在這樣子的一個創作上面 可以看到每一個小朋友 他的情緒具有 著大的獨特性 所以我們不會去評價這個小朋友 他的畫得好不好看 我們也不會去評價別人 你的情緒是對或錯 是好或壞 然後 所以在展示的時候 就是會這樣看到 每一個畫面的呈現出來 然後我想要特別講的是 最右下角 這個小朋友的作品 我們可以用看他的用色 跟他的臉上的東西 他臉上就是一塊 有點像是被踩過的 口腔糖的黏土 然後我們看到這個小朋友內在 也許充滿了很多衝突 或是很激烈的情緒 或是他沒有辦法表達出來的東西 這個小朋友他在活動大概進行到 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的時候 他就沒有辦法再繼續在教室裡面了 就是我們必須要有一個老師 就是陪著他到教室外面去 去讓他的情緒比較冷靜一點 所以我就帶著他就是到午後的學校裡面 就是走啊 讓他跑啊 跳啊去發現他的情緒 然後等到他平靜下來的時候 我就問他你想不想要 回教室裡面繼續畫那個面具啊 他就說想 然後他那個時候很可愛 很像一個小天使 還跟我就是打勾勾 雖然他後來回到教室裡面的時候 繼續創作的時候 他可能還是有一點失控 可是在這個小朋友身上我們覺得 我們其實看到的是他用他的情緒來表達 他只是需要很多的關心 就是情緒這件事情 也許他的情緒放到了一般學校裡面 就會變成壞孩子 打擾上課秩序 沒有辦法安靜 我要送你去學務處 我要送你去輔導室 我要送你去離開這間教室 在學校的環境裡面 他也許會變成這樣的小孩 可是如果我們離開這樣子的 空間環境下面去看 他跟他的情緒 他其實只是要用他的情緒 來表達他的需要 他的需求而已 然後 我就用這句話來結尾 我們這一次做完整個計畫 然後也是我們在跟舒婷做督導的時候 就是讓我一直印象很深刻的一句話 就是如果 當孩子們有一次勇敢表達自己的經驗的話 就是這個勇氣會陪孩子回家 就算我們看不到這個勇氣 最後會發揮他樂功能 讓我們知道這個勇氣已經 就陪他回家了 這樣 那我就要 好 謝謝黑黑 謝謝黑黑 然後 因為就是讓孩子 擁有一次勇敢表達的經驗 那我們當然希望 就是有更多次 那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像這樣子的 講課程嗎 或者是過程 在我們以前在學校的時候 真的是非常少見 他其實不是美術課 他其實也不算 很算是 什麼家政課 什麼都不是以前我們會接觸到的課程 可是這其實是輔導師可以做到的事情 可是你再回想一下 以前輔導師在我們學生生涯 那個存在感好像非常低 大家也可以看到嗎 就是八千比十一 可能一個輔導老師平均要去對到八百個小孩 那個資源非常會吧 所以就是可以請孟娟來分享 就是小學 像她在小學當專任輔導老師的經驗 謝謝孟娟 好 那在我們學校是一千八百比一 所以就是我的小朋友有一千八百 超過一千八百個 好 那今天主要的主題是跟大家聊一聊就是 兒童心理輔導在台灣目前的現況 那還有就是我在食物現場幾年的一些觀察 那最後回應就是我們這一組的主題叫做 和情緒牽牽手 好 那就是我們知道的一個小朋友 他的生活圈有哪一些 那以這個大雄來說 他每天要花三分之一以上的時間去學校 之後一般現在的小朋友下課 是去課後照顧班 是去安慶班或是才藝班 然後八九點回家 接下來呢 他可能會有現在3C媒體 非常的猖獗 就他可能回家會打個low 或者是看一看偶像劇之類的 那這一些都是非常影響小朋友的部分 那還有另外一個部分是醫療協助 當有一些小朋友需要 這一些都沒有辦法完全幫上他的忙的時候 我們可能需要一些醫療的協助 好 那剛剛說到就是 大家對輔導師的印象 那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小學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記得學校輔導師在幹嘛 什麼 輔導問題學生 那很好 還有嗎 很長去 你小學的時候嗎 沒有 OK 還有其他的嗎 教童軍 教童軍 輔導老師是童軍老師 對 教一些很無聊的東西 教一些很無聊的東西 你現在在小學對不對 對 好 然後剛才很無聊 然後一個很想不想去 很不想去喔 好 很真實 可能學校的一些 沒有參加過輔導師的活動是不是 好 可能學校輔導師的活動 不是每一個都是小朋友喜歡的 好 那 嗯 這是我們以前對輔導師的印象 可能以前輔導師沒有什麼 很多的 有趣的事情 或者是 所謂的 大家覺得是有問題的學生 才需要去輔導師 好 那這是我 我的學校的職商室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他在 嗯 學校有專任輔導老師 這一件事情 大概是從 2012年才開始的 所以 2011年以前 就像大家知道的 其實學校的輔導 只有基本上所謂的 宣導的部分 例如我們所常知道的 生命教育的宣導啦 或者是性別平等的宣導啦 那 大家知道其實班上 還會有很多的小朋友 是需要協助的 例如說 有一些偷竊行為 一些暴力情況 那 這一些的情況 其實 嗯 導師一個人要HANDLE 30的小朋友 對他來說是吃力的 好 那 在2011年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巴德國中的霸凌事件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嗯 有點大 就是有學生被強拍裸照啦 然後 嗯 有學生帶西瓜刀到學校 的這樣的情況 那這時候 教育部開始重視了這件事情 於是在2012年開始 就是55班以上的學校 開始有一位專任輔導老師的進駐 那我就是那個第一年 進駐到國小的輔導老師 那到目前是4年了 那4年 這4年來 教育部也陸陸續續 擴展到更小的學校 大概20 現在到今年為止 30班以上的國小 都會設置一個專任輔導老師 OK 我剛剛說了 就是這是我的智商室 當然大家知道他以前 沒有輔導老師之前 不需要做智商 不需要做輔導 他以前是一個殘酷 就是黑漆麻烏的 然後我進去 我過敏會一直打噴嚏的地方 好 那再過了幾年 再進去的第一年 當然需要一個空間 我們就開始打掃 然後請學校的輔導師的老師 還有就是美術老師幫我們粉刷 所以有可愛的熊熊這一些東西 好 那剛剛所謂 這是硬體的部分 硬體的部分其實經過幾年 經費補充是 還算OK 對 但有些學校不是這麼的好 他的空間可能在 他的空間可能在 就我所知的也是 空間可能在 開放式的空間 那這樣其實 對小朋友來說 那個安全感 是會有疑慮的 但這需要一點時間的 讓學校願意 投注經費進來 或者是有一些 額外的 支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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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援的支援才有辦法 好 那 所以就是硬體的部分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 狀況 那但是 剛剛說的 大家會覺得 來輔導師 就是有問題的學生 就是不好的學生 這件事情 我試著想要在學校做一些事情 來改變這個 大家可以看到 左上角那個 大家可以看到 是什麼嗎 是小朋友的話 那 這是我在一二年級 所有的一二年級的班級 上情緒輔導課的時候 讓小朋友創作的作品 然後我把它張貼在 輔導室外面 那我想要讓小朋友知道說 欸不是有問題的小朋友 才需要來輔導 是喔 大家在 情緒上面 都是需要 一點點的 教導 因為說實在話 就是現在的小朋友 在情緒上面的 就是 需要在這方面的著墨 是非常少的 只有在 它 綜合活動領域的 一整學期裡面的 可能兩節課 會談到這個議題 可是情緒是很真實 每一天跟我們相處的 可是沒有很多小朋友 有機會 去好好的認識 或是去 真的去感覺自己的情緒 好 那 右下角是我上 團體治療課 剛剛有老師說到 小團服的部分 那 今年 就是為了讓 前年 開始為了讓小朋友 就是 有一些主動的 也喜歡 就是讓他們覺得 來輔導師 是一件驕傲的事情 我就開始到各班 去宣傳 然後就說 現在我要上一個桌遊的課程 然後示範給大家看 來跟他們說 可以藉由桌遊 可以有一些人際行為的增長 或者什麼之類 六年級有三百個小朋友 有投報名表的 超過一百五十個 所以當小朋友被抽到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 哇 我超驕傲的 我超幸運 可以來上 但其實那個被抽中的小朋友 當然是黑箱過的 不過 他們 那你在這邊說出來了 他們應該不會看直播吧 有影像紀錄 好 就是 黑箱過的 可是 我發現 當小朋友 開始對 對輔導師 對諮商師 對輔導的印象不一樣的時候 那這小朋友 對 對這間教室的印象不一樣 他也不會覺得自己在 一直是一個被標籤的小朋友 好 這是 我在學校一整年的 一些小朋友的 狀況的分析 那 我稍微念一下內容 我可能不是很方便說 那 例如說一些自傷 自傷的情況 偏差行為 人際困擾 情緒困擾 家庭的部分可能包含手足 或者是 家暴的狀況 那再來還有一些性騷擾 性情罕 還有一些網路成癮的部分 好 那這是家長跟老師 就是 所謂的大人覺得 小朋友需要幫助 那大家會不會覺得 其實小朋友也會有 自己很困擾的事情 會齁 那這是在學校設置的一個 兒童的主動求助管道 他叫做大金魚信項 那他就是 大家把信投進去之後呢 大金魚就會寫信回信給你 好 但是 由 兒童主動求助的部分 跟 老師家長轉介部分 大家其實可以看到 這些是一個 很表象的議題 例如 這小朋友可能會有 一些暴力的傾向 例如說 這小朋友跟同學 人際困擾 可能跟同學相處的部分 他一不如一可能就會去毆打同學 例如說他可能有憂鬱的狀況 好 這些都跟什麼有關係 其實都跟他的情緒 是很有關聯的 好 時間沒有很多 這不是我在學校的例子 這是我 之前在台北當 就是駐地實習心理師的時候的一個案例 對 因為世界很小 所以我不能拿學校案例來說 好 這案例被轉介給我 是因為他在學校常會有打同學的情況 或者是他一生氣 可能遊戲玩的時候他就打同學 或者是他生同學氣 他不知道怎麼辦 他會去拿自己的排泄物放在同學的桌上 就是他做過事情 那也有就是打老師或罵老師的情況 可是其實這個小朋友的家庭還算非常的健全 例如說他的 他的爸媽媽是高科技公司的主管 那他還有一個妹妹 好 那在我跟他固定會談就是每個禮拜一次 在沒有幾次之後 學校有一天突然很緊張的找我去 然後告訴我說 這個案昨天在音樂課的時候 拿著子弟追打了班上十幾個同學 然後那一天要放學回家的時候 他的教室在一樓 他望著地下室的圍牆 就是他可以看到地下室 他想要跳下去 然後老師抓住他了 同一天的放學時間 在他媽媽來接他 他要帶他過馬路 那個是紅燈 那小朋友想要衝出去 他說 我這麼愛生氣 我去死一死算了 他還比較輕鬆 好 隔天我就跟他會談 那小朋友其實有點知道他做錯事情 他其實不是很願意談 他就一樣在那個會談的沙發上扭啊 就是不想看我啊 之類的 然後我就跟他說 就叫他背面吧 我說背面 老師猜 你覺得自己做了不是太好的事情 所以 你現在不願意跟我討論對不對 可是 老師有看你這學期以來 其實你很努力的已經做得很好了 可是 你今天好生氣 你不知道 要怎麼告訴別人 你這麼生氣 你好著急 你就打了同學 他就開始 願意看著我 然後他說 我就是愛生氣啊 我就是壞孩子 我去死一死 讓他比較輕鬆 我就跟他說 我知道你做的這件事 你非常的後悔 可是你知不知道 生氣這件事情 生氣這個情緒 是有功能 是有 是有用的 然後他開始看著我說 是嗎 然後我就告訴他 情緒心理學裡面 開始講到一個 就是生氣這個很原始的情緒 他其實 我跟他說 在 原始人在山洞裡面的時候 他 可能會有獅子 要來吃他 那這時候 原始人 為了要保護他 跟他的孩子 他可能會覺得很生氣 我的小孩 不可以被獅子吃掉啊 所以他就會奮力的 跟獅子抵抗 所以他會存活下來 所以生氣這件事 這個情緒 其實是保護我們的 一個很重要的情緒 所以他才願意跟我 繼續講他的音樂課的事情 不過那天回家 我就在想 就是個案跟我講的話 他說 我生氣所以是一個壞孩子 可是誰不會生氣 生氣就是壞孩子嗎 是嗎 是嗎 大家覺得 別念頭或別念頭 不是對不對 我們要告訴他的 其實他不是不可以生氣 而是他生氣之後 不能傷害別人 可是有很多時候 或是在跟朋友的經驗裡面 我們會有提到 我們會談到很小的時候 或許我們會被 會有一些小孩被稱為愛哭鬼 或是有一些小孩被稱為 很暴躁的小霸王之類的 那時候大人就會用 很嚴厲的方法 很嚴厲的語氣 或是很嚴厲的態度 告訴我們 你是不能生氣的 可是生氣其實是 每一個情緒 其實對我們來說 都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悲傷 包括各式各樣的情緒 好 那跟著 就是 就是跟這個個案 其實工作了一段時間之後 跟 也跟他的媽媽工作 工作了大概一年左右 那麼 調整了一些教養的策略 那跟這個小朋友 有一些 我比較喜歡做遊戲治療 做一些遊戲治療的部分 那過一年 這小朋友情況好轉很多 我們就決定結案了 那結案的時候 這個個案送我來 右邊那個東西 你們認識他嗎 北面 北面 那你們有看過大英雄天團嗎 有 有齁 所以那個主角 心情不好的時候 北面會做什麼事 他會跳出來說 Hello I'm Ben Max You're a personal health care companion 所以他會在他旁邊 他送我這個 他說 我希望你在心情不好的時候 有一個北面 可以陪你 所以我在想 或許我不知道 在他的生活中 可能是他的媽媽 或者是有 或者是在諮商室裡面 或是有學校老師 可以在他生氣的時候 在他情緒暴躁的時候 不平價的去接納他的那個情緒 那他可以有一個很好的機會 去平和他的情緒 所以他慢慢的覺得 一個 companion 一個陪伴是非常重要的 好 所以今天的就是我部分其實差不多了 那其實想要跟大家說的是 很多時候我們的情緒 可能會來不過 每一個情緒 對我們來說都非常重要 那一些情緒 其實就很像我們每個人 都需要一個北面一樣 然後陪著自己慢下來 好好的看一看自己的心情 到底是怎麼來的 對 就像就是小朋友送我的北面一樣 謝謝大家 那其實剛剛可能大家 前兩位講者分享的都是主要針對小孩 可是其實 你再回想一下自己 就是好像 你看得懂人家怎麼打籃球 可是你不太會打籃球一樣 就是 其實我們都知道表達情緒很重要 可是可能連我們成人 都不太會表達自己的心情 像剛剛總理有講 就是 嗯 現在大家在網路上 可能 吵一些公民議題啊 都是要好像很理性很客觀的去分析 你只要一生氣 你好像就是不道德的 或者是 你好像一生氣 你的氣勢就會輸一劫 對 然後我覺得 像前兩位當講者分享下來 其實 聆聽對方真的是還蠻重要的 尤其是在情緒這一塊 先不論他講的東西的正確與否 對 就是在聆聽 然後 不對對方的情緒做出評價 對 對 那你們才有可能真的被對話 然後進而被療癒 好 那再來就是 換書庭 跟我們比較詳細的分享 就是講藝術治療這個領域 對 那其實藝術治療很廣嗎 就是 嗯 像剛剛講到的遊戲 然後有人畫畫 然後像我也會做陶藝 或者是音樂 舞蹈 就是很廣泛的 嗯 嗯 這種 嗯 我們今天講的是比較偏表達性的 對 表達性的藝術治療 那這邊會 由書庭來為我們做介紹 換個位置 不好意思 那個 英語 愛語身高 然後我想說 可以看到大家 就是也比較清楚一點 所以 移動一下位置 那我們在那個 調整 投影片之餘呢 我也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我自己 我教書庭 然後我大學也是普達的 普達 平常好像也有念普達 但是我不是心理系 我是音樂美術系 然後我是 就是念完就是大學以後了 就是研究所 在紐約念醫術治療 然後我現在 謝謝 我現在是 呃 醫術治療師 然後我回來台灣以後 就是也有考心理師執照 所以我也是治喪心理師 然後 呃 我主要的工作 基本上大概有九成 至少都是跟兒童青少年 對 所以今天就是有 希望可以簡短的跟大家稍微分享 一下 呃 我所理解的藝術治療 那當然 每個人的 就連同樣是藝術治療師 兩個不同的藝術治療師 都有可能 有很多不一樣的取向跟想法跟信念 那我只能分享就我自己所相信的 跟我自己所運用的 來跟大家分享 好 那我想 在開始之前我想先問問大家 你們覺得藝術治療是什麼 都可以 情緒的表達 還有呢 沒有標準答案 透過創作的時候 然後讓自己心情好 透過創作可以讓自己心情好一點 OK 還有嗎 可以透過創作然後發現自己不知道的情緒 然後可以面對他 然後跟他相處 好 可以透過創作去發覺自己不知道有的一些情緒 然後可以面對他 還有知道如何跟他相處 對不對 OK 這些都是 呃 因為本來就沒有標準答案嘛 這些都是 都是 對的部分 這都是藝術治療的一部分 那 呃 通常講到藝術治療呢 就會有很多想像 對不對 比如說 會不會有 我的畫代不代表我聰 我聰不聰明 或者是 呃 跟畫畫客一樣做美勞嗎 還是治療師看到我的畫就可以 就是猜到我在想什麼 好 那我特別想跟大家聊 這個是因為我想去面對 呃 之前 只要有人知道我的工作是 藝術治療師的時候 通常 很多人 就是第一個反應就會跟我說 所以我畫畫你就會知道我在想什麼嗎 或者是就會跟旁邊的人說 你趕快畫一個東西給他看 他就知道你到底有什麼問題 但這個時候通常我都會跟他們說 不好意思我們不是普掛的 好 剛剛這樣子我的收費就可以 就是高很多了 所以呢 確實我們在創作的過程當中 我們在跟孩子創作的過程當中 我們能夠透過孩子的創作去看到他 呃 現在的情緒 他現在的狀態 可是不是針對那幅畫 是 除了畫之外 除了畫之外 還有他創作的過程 你看到他創作的方式 還有他本身的狀況 同樣的一幅畫 有兩個小朋友畫出來 還有兩個不同的過程畫出來 有很多不同的解讀方式 所以我們不能就是依照以創作 就評斷就是這個孩子的心理狀態是怎麼樣 所以這個跟心理測驗是不一樣的 好 我只是想 就是區隔一下 所以呢 基本上 藝術治療是一個藉由視覺藝術創作 為個體帶來生理跟心理健康的一個歷程 廣泛地講他是這樣 基本上呢 他會有幾個很獨特的元素 藝術治療 那我歸納為主要的是三個 第一個呢 當然你是可以不需要講話 因為創作不需要口語嘛 他也不需要解釋 那第二個呢 是他可以控制跟可以改變 因為這是出自於創作者的手嘛 所以你要怎麼控制他 你要怎麼改變他都可以 那第三個呢 他是可以有無限的可能性 因為同樣的 他也是出自於創作者的手 所以你希望他是怎麼樣 他可以有任何的可能性 所以這是藝術治療的三個特性 好 那藝術治療裡面會有什麼呢 當然一定會有小朋友啦 對不對 那當然也要有治療師 要不然就沒有治療了嘛 那再來 藝術治療跟智商 最不一樣的是 通常智商是 人對人嘛 對不對 那這時候呢 你又多了一個 所以你們是一個三角的關係 其實有作品在當中 然後在這裡呢 我要放一個簡短的影片給大家看 那因為他是英文的影片 所以我就順便就是也順便解釋 他其實只是一個很簡短的影片 這個孩子是一個有自閉症的孩子 然後呢 他的媽媽 就是有為他 找了一位藝術治療師 會固定到他們家 然後呢 進來的這一位 就是藝術治療師 所以你們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孩子可能跟人 沒有太多的活動 也沒有太多的興趣 但是他對 作品本身跟美財 是很有興趣 所以他們正在床操作一個旅館 所以他們正在放一個旅館 所以這麼多有七層樓 每一個每一層樓都有不同的顏色 所以今天有七層樓 所以現在有七層樓 所以這麼多有七層樓 每一個每一層樓都有不同的顏色 是好嗎 我喜歡怎麼你的質感控制 所以他在争战,他说我喜欢你今天有很好的控制。 而且你也会控制那个名字吗? 他说他喜欢有计划,但是他希望让孩子也参与这个计划,所以通常这个治疗是不会带他自己的计划进来。 所以他会帮助孩子把计划变得可行的程度,让孩子可以自己都会做。 所以你们看得出来,他每一步都会问这个孩子说你现在想要打一个影色的门吧。 所以他每一步都会跟孩子讨论我们要做什么。 所以他们说我发现你们很仔细地去确认每一个门都在每一个三代要的位置。 所以过程当中你要反应,然后帮助他把过程语言化,透过你把它讲出来。 这个也是他做的。 这个也是他做的。 所以他自己用手,每一颗球,然后把他们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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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就有很多空间的东西。 它一定帮助他自己用手工的方式。 它们维续做了其他方式。 它们维续用手工的方式。 如果他们没有看出物业的东西和自己的东西和自己的方式, 而不是不提高的名价, 如果他们不为了些人的一切都学习了一切。 他也说到就是对这个孩子来讲 透过创作 能够看得出来 他其实会观察生活当中很多的东西 所以他也说到就是对这个孩子来讲 透过创作 他其实会观察生活当中很多的东西 是这个 好 好 谢谢 好 所以刚刚也有看到就是 孩子的妈妈也讲到说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有大大的增进孩子的 一些他的精细 就是动作等等 所以其实在艺术治療 其实有的时候也可以跟某一些 比如说只能治疗 物理治疗 就是有一些些的结合 因为其实 我刚刚记得有听到有物理治疗师 对不对 以我的经验我有听说过 就是很多的一些动作 或是复健其实孩子是非常不愿意做的 其实对我们大人来讲 也有很有可能都不愿意做 因为不舒服 会痛 但是当我们把他需要做这些动作 转化成一个他喜欢的事情 或是能够做出一个他喜欢的东西 那我们就可以降低他不愿意的 那个抗拒的就是程度 对 所以那刚刚妈妈也提到说 其实透过孩子的作品 你能够看得出来他其实即便他 在生活上看似没有跟外界有太多的互动 但他其实是有在观察的 他是知道这个世界就是有这些东西 所以透过他的创作 我们也能够看到他其实内在的世界 比我们想象中的更丰富 对 好 所以这是大概讲到的部分 那等一下我们会再细讲 继续 那基本上艺术质 必备的元素有几个 那当然第一个儿童的预备度 那刚刚那个艺术质老师在最后的时候 也有提到 如果某一些小孩他对美财 就是很没有兴趣 他就是不喜欢创作 他就是没有任何的动机 那有可能这真的不是那么的适合他 有些小朋友真的就是比较喜欢音乐 有些小朋友就是比较喜欢跳舞 有些小朋友就是比较喜欢画画 这是很正常的 那除了预备度之外 也有可能是他的能力 那也有可能他的 不管是他的精细动作的能力 他的年龄 他的发展 他的认知等等 这都会有所影响 所以 这是儿童的预备度 还有第三点 用符合儿童需求的方式 来进行引导跟介入 你怎么能够去调整 比如说像 幼儿 通常因为精细动作 还发展得没有那么好嘛 对不对 所以通常 幼儿的创作通常我们会利用那些 比较大动作 然后他可以 因为你知道幼儿尤其是 还在就是学步 学龄前的时候 他们对于大动作也会很好奇 就是也会很很 愿意去就是挥洒 所以藉由一些大动作的挥洒 能够让他们去 把玩一些简单的颜料等等 就是类似像这样子 那当然 就是如果是 国小以上的小朋友 年龄比较大的 尤其是兴小朋友 非常的早熟 就是可能就需要设计一些 比较具有挑战性的 就是有 就是能够挺着他们的认知 或者他们 甚至彼此之间有一些些 游戏啊 竞争等等的一些方式 那这个当然就是以看 你要做什么族群 为需求再去调整 那再来就是当然最后 通常都会要跟主题相关的情绪 探索跟分享 就像刚刚就是有分享到 就是有分享到这个计划 就是你们在结束之后 创作结束之后 都会有一段时间 让他们为免聚命名啊 然后分享等等 那这个基本上是 艺术治疗最重要的部分 除了创作本身之外 因为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过程 才能够去带来后世的作用 好 那怎么能够运用在个别 跟团体里面的艺术治疗 好 那我们主要的目标有三个 就是减少儿童在生活中的一些失控行为 那当然主要就是要增进儿童的一些生活事宜 还有创造儿童生命当中的一些可能性 就是基本上现在很多家长都会说 你知道这边很多老师吗 对不对 我自己的经验是家长会很重视小孩问题解决的能力 就是他能够解决他自己的一些问题跟困难 这都是我们希望能够在艺术治疗里面能够增进的 那当然我们在艺术治疗里面 我们不会告诉他怎么样解决问题 但是我们会让他相信他有能力可以去制造出解决问题的能力 OK 那主要的目标呢 我们大目标是刚刚那三个 但是我们怎么能够得到那三 就是做到刚刚那三件事呢 第一个怎么样去体验跟外化内在的需求跟情绪 我们在要求小朋友好好说话之前 通常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能够好好的先听他说话 通常小朋友会打人 通常是因为或者是小朋友会伤害到别人 通常是因为他自己在伤害被伤害的时候 他自己没有被安抚过或是没有被允许能够去表达他自己被伤害的感觉 所以通常我们要要求尤其是第二个 我们要要求孩子要去同理别人的情绪之前 你知道现在很讲究同理心吗 对不对 到处都在讲要有同理心 但是自己都没有被同理的人 怎么可能去同理别人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 第一步我们要能够允许孩子能够去体验跟外化他内在的需求跟情绪 把他内在的感觉能够去表达出来 而且是在没有需要承担任何的责备 跟不需要付上任何代价的状况之下来体验跟外化 好那再来我们才有可能能够怎么样让他去帮助他 能够去更同理别人的情绪跟感受 然后再来呢是我们刚刚也有讲的嘛 就是能够创造新的可能 还有能够整合他的一些情绪经验 好那这个改编的历程呢 就有分四个 把它分成生理情绪认知跟行为 那生理的部分当然就是第一个就是很基本的嘛 我们刚刚有讲到比如说大肌肉小肌肉的动作 那当然再来的就是也是他的动机 一个不愿意画画的小孩本身那他就不会愿意动嘛 对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是分两个 一个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去提高孩子创作的东西 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会跟小朋友具体的范例的话 比如说有些小朋友一方面他不想画 或者他不知道怎么画的时候 我会先跟他玩 那我会依照孩子的年龄调整 比如说如果年龄是比较小一点的孩子 我可能会跟他玩比如说狮子追班马的游戏 我们就一人拿一支笔在纸上 就是尽情的追逐 然后追完以后呢上面就有很多的线条跟形状嘛 对不对 我就邀请他从这里面去找出 比如说三个或是五个特别的形状的东西 然后把它填满 这样子基本上一方面能够提高他们的动机 因为一开始是游戏嘛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是也把难度降低 因为空白的纸对他们来讲可能是很困难的 对大人来讲常常其实也是 不是只有小孩 那再来就是生理的部分也有就是可以我们当辅助的部分 就像你们刚刚影片上有看到嘛 那个治疗师基本上没有在帮他做 他纯粹是一个在旁边 比如说他会帮助孩子拿他要黏的东西 或者是帮助他黏他选要黏的东西 或者是帮他上完交让孩子自己黏 就是完全是一个辅助 那尤其是对有些小朋友 可能有一些些肢体上的一些障碍 或困难 其实治疗师也可以来进行就是协助 比如说像老性麻痹的孩子如果手不方便 你可以让他选他要的颜色 然后把他的就是想要的颜色放在他的手上 然后他可能就是可以轻轻的去上色 等等之类的在生理上 那情绪上呢 基本上就是我们刚刚其实讲到很多的嘛 就是在一个不配批评不配批判 不需要解释跟不用付代价的方式 能够来束发他的情绪 那当然这个就是纯粹在创作的空间里面 我们不是代表他要做什么都可以 我们就是因为其实基本上规范也带来安全感 比如说像我之前有跟一个孩子工作过 他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愤怒 他进来呢就是会很生气 然后甚至会有一些肢体上的一些就是冲撞 那后来呢我每一次就是见他之前 我都会把墙壁贴满牛皮纸 然后呢我就跟他说 你这个纸 这个墙壁只要有纸的地方 你要怎么做都可以 你要怎么做怎么提怎么丢 怎么都可以 但是我不允许在这里面 你或是我受伤 我们让孩子知道的观点是 不是只有你不能打人 而是我不要你打人的原因是 因为我也不希望你受伤 通常孩子接受到只是说 我不可以打人 但是他们从来都不是真的很理解 为什么还不可以打人 所以一个是我会告诉他说 因为我不允许任何人受伤 包括你 因为我相信孩子在伤害别人的同时 其实他自己也受伤了 那结果呢有一次 最后一次的时候他一样进来 他非常的生气 但是呢他可以靠得我这么近 然后完全不碰我的时候 跟我打喊说我还生气 然后转头拿那个黏涂丟墙壁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具体的范例 如何可以让孩子能够 在一个不被批判不需解释 不负代价的状况之下 能够安全地去旋悉他的情绪 那我没有不设立规范 我还是有给他界限 因为界限带来安全感 但是我允许他可以宣泄 好 再来呢 就是认知 那我们怎么样透过图像的思考 能够来帮助孩子 能够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比如说同样的东西 怎么样去不一样的解读等等 这个都是透过作品可以去跟孩子做的 那最后我们才有可能有所谓行为上 的改变 那通常呢 我们要怎么样让孩子能够有行为上的改变呢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是 他要相信他自己能够改变 而且他也要愿意改变 其实有的时候孩子不是不愿意改变 就是像刚刚就是有分享到的案例 很多时候可能是他根本不相信他自己能够改变 所以我们也透过创作的力量 我们怎么样去让他相信他自己是可以改变的 好 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部分 那所以第一个当然就是我讲的所谓第三只手 不是那个台语小偷的那个第三只手 只是在艺术治疗里面的一个理论 就是我们是所谓辅助的手 我们不是帮他完成 而我们是辅助他完成他想要做的事情 好 那当然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一些部分 那就是怎么样帮助孩子能够去表达 那怎么样能够允许他失控 但是也能够帮助他能够在失控之后 重建他就是自我的安抚跟他自己稳定的感受 那再来呢就是认知的部分 我们大概都会去提供一些开放式的疑问啊 比如说像刚刚讲到的可能面具创作完 会去问他关于创作的一些事情啊 不是很封闭性的问题 是一些比较开放式的 比如说不是说他的脸为什么有红色的点点 就是不是比如说不是问他说 为什么他的脸看起来不开心 这个是比较封闭式的问题 那可能会问他说他的脸表情很特别 那你可以多说一下为什么他的脸是这个表情吗 这样你们分得出来 就是这样相对就是比较开放式的问题 因为你没有已经标定他是一个开心或不开心 而且你允许他能够在那儿充分的去表达他自己 到底想表达的是什么 好那再来就是安全的界限 那刚刚我也讲了很多这个部分 好那所以透过孩子创作 他能够跟他的创作本身产生连结 他也能够透过他的创作去宣泄去发泄 然后我们希望透过那个创作 他能够再就是回到他自己能够去发现到一些 关于他自己的感受 能够达到一些动物 好那进行的方式有很多 有一对一有伴侣有家庭有团体 那也有开放性的一些艺术治疗 比如说在医院里面 有些日间病房就是会有很多很多 比如说有音乐治疗啊 舞蹈治疗都有 然后再来就是艺术治疗工作坊 工作坊是有时候可能 比如说半天或一天的体验 好那艺术治疗跟美术课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就不让答案 我就不问大家了我直接讲 第一个目标呢 艺术治疗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增进儿童的身心发展 重视的是创作的历程跟治疗的关系 那主导者呢 基本上通常都是儿童 除非儿童本身真的 就是这个孩子本身 有两种状况 一个是他真的完全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第二个是当治疗师已经很清楚知道这个孩子的状况 而且你觉得他需要某一种介入跟引导 才会是治疗师来做某些引导 但是就算是引导 通常都还是以儿童为主 那美术课 比较多不一样 比较不一样的部分 我现在只是讲一些大的原则 也有很多他们可能是可以重叠的 但是呢通常美术课的目标 通常都是放在增进儿童的创作的技能嘛 这是很实际的 就是家长 我知道这边有一些美术老师嘛 通常家长一定会想要看的是成果跟作品 对不对 但是呢很抱歉 因为艺术教有的时候是没有作品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中的是历程跟治疗关系 所以小朋友如果把他的作品自己毁掉呢 有的时候我们是允许的 因为有的时候唯有毁掉才有可能重变 那这个是跟美术课比较不太一样的概念 那没有谁对谁错 而是因为本来看中的就是不一样的 就像美术课重视的是他作品的完整度跟美感 所以就像我说不是没有重叠是 艺术课重不重视美感也重视 我们不会比如说就像我们刚刚讲 如果小孩要毁掉他的东西 我们不是不允许但是我们要做的是 所以我们会允许他毁掉 但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怎么帮助他 更知道为什么他要毁掉这个东西 或者是如果他有需要 我们帮助他去重建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不是不重视作品的完整度跟美感 而是我们更重视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不会急着介入 好 那再来最后呢 主导者通常在美术课都是老师 因为一定要有老师主导 才有可能有既定的主题 因为呼应前面的目标 因为你为了要增订他的儿童技能 如果不是老师主导的话 因为一定是老师知道我要教什么给这个孩子 我才能主导做这件事嘛 好 所以这是比较不一样的 那基本上艺术词牙的实际操作的一些困境呢 我自己的经验里面 我目前遇到的 第一个 比较缺乏完整的一个合作系统 比如说跟学校啊 跟老师啊 跟家长啊 很难能够有很完整的一个合作系统 那有一部分是因为本来医术治疗在台湾就比较还没有发展到那么完整 比如说像在医院的话 我以前有一段时间有在儿来病房 就是做床边医术治疗 那比如说医院因为医术治疗现在没有 在台湾是没有证照的嘛 所以它不是一个被认可的一个正统治疗 所以比如说在医院的话 它是没有病例的 那它也不是就是在系统里面的 所以合作的部分就会有一些困难 没有那么的完整 那尤其是比如说 那再来就是这个 第二个是家长对于医术治疗的理解跟接受度 还不太一致 比如说我自己的经验 很多的家长 尤其是如果孩子是真的有一些状况 像通常以治疗室的角度 我们会觉得就是因为孩子有状况 所以更需要来 对不对 但是对家长来讲 当他 不是 不是 可是家长会觉得来世间有点 使用小孩做到自己的 对不起我听不太清楚 就是家长会觉得小孩有病才需要自徒 哦 对 但是呢 很多的家长我们自己遇到的状况 是尤其是有状况的一些孩子 他宁可把时间跟钱跟精力花在复检 花在其他的治疗 是一些实质的 比如说语言啊 职能啊 就是感同等等 感同 就是等等这些 就是因为这个是实际 就是他们觉得比较重要的嘛 对 所以基本上就是对于孩子 就是家长对于艺术教的理解 跟他们的接受度 其实还是不太一致 那再来就是第三个就是文化教育跟 就文化跟教育影响孩子的一些部分 还有对于艺术教的影响 比如 的反应 比如说很多的孩子 你知道 大家应该也都经历过 就是一定要画得漂亮才叫好 一定要画得好才叫做作品 那所以其实现在很多孩子 从非常小的年纪 对于创作剧有某一些的抗拒 跟某一些的害怕 对 这也是我们有时候 就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会看到的 好 那最后我简单的放几张图 是有一些范例 那但是呢 因为就是我们在艺术教里面更强求 是我们对孩子的尊重 所以基本上作品的部分呢 是完全不拍照的 那我们都是 只要是作品的部分呢 我们有征求过 我们都有签同艺术 所以有征求过可以画法 就是可以为了就是让 我觉得这些孩子也很愿意 就是或者是这些父母也愿意 让这些孩子 用他们自己的作品 他们自己的生命故事 能够去让我们有更多的学习 那我们也尊重孩子的作品 因为作品都是一个人的衍生 所以这个部分就完全不 不录影也不拍照 好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 这个是透过就是我用信件 然后把每个字剪下来黏贴的 所以这张图其实非常的大 我只是要就是让大家看 其实创作有很多种形式 不是只有画笔才叫画好 这个也是 那这个就是孩子做的 这也是他写的一封信 然后用色子在一起念 那些白白的都是字 然后这个是我做的 我用这是我当时就是创作 我觉得我在纽约的感觉 所以我是用地图做的 然后这个是家庭图 然后这是面具 这是真人的那个剪影 然后这是一块非常大的布 然后描完以后我帮他 就是他自己选他要的姿势 我帮他描完以后 他再把它剪出来的 然后这是门牌 所以对于青少年的孩子来讲 就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他们用就是那个 你知道类似有点像笔味吧 就是粗的那种针管 吸颜料然后喷 这个脚下他们是在那个 写字外面套浴帽 就可以采颜料化 好所以基本上我放的这些呢 只是简单的让你们感受到 其实创作有很多很多的形式 生活当中有非常多的东西 你可能都没有想过 但它都可以是创作的一部分 包括文字包括身体的器官 你看我们刚刚看手脚都可以 对所以我想要讲的就是这个部分 好那最后给你们看一下环境 这是我以前带团体的地方 所以我都会把做那个媒材放出来 因为这样子让孩子会比较容易创作 也会比较想创作 这是我以前实习的艺术治疗师 然后我拿那个放拖鞋的 然后它其实很适合可以放一些小东西 而且你又看得到 所以生活有很多的小巧思可以做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智商中心 对然后墙壁里面是就是我们画 一个是海一个是草 但是外面是玻璃 玻璃上面是可以让小朋友自己涂鸦的 然后只要用湿墨布就可以擦掉 所以我们希望营造的是一个 从孩子进来就可以开始不用受局限的创作的 然后这是等待区 然后我们也有在那边讲故事 然后这也是等待区 我们也有很多的绘本 这是我们的智商室 这是另外一角 很显然我们就是比较是 主要是在做儿童 所以有很多就是也有一些玩具 但是我们玩具都会把它用收起来的方式 然后这是水槽 这是比较大间的 那比较特别的是我们两间房间都没有就是大桌子在中间 因为我本来就觉得就是孩子如果有地上多一点的空间 其实是比较适合的 但是我角落都会有桌子 如果他们选择要桌子是可以用桌子的 好 那最后就说 为什么我们的智商所叫做毛虫呢 因为我们相信每一只毛毛虫都会变成蝴蝶 然后但是呢每一个蝴蝶我们曾经都是毛毛虫 所以我们都不要忘记我们曾经都是脆弱的 那我们也要相信孩子不是永远都会是脆弱的 一定有他自己内在的能力 好 那我今天分享大概就到这边 我怕太超过时间了 好那我们先谢谢这帮位讲究 然后那我们的宝货时间是现场有没有观众想要提问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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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